石榴正方向纸张对折 再对折一次 打开 右面经过中间这个点向走折 这里呢大概是60度左右 然后将纸反过来 再次对折 这样呢我们就把纸折好了 开始画图画的时候 这里是石榴上半部分 这是石榴的形状 我把它大体画一下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石榴的叶子 这里是要剪毛刺 这个位置呢咱们来画个月牙尾 分割石榴和叶子 再简单的填画一下 剪纸符号 这里剪毛刺 这里简单的 装饰一下 这个位置是需要剪毛刺的 那么下面我画阴影的位置 就是需要剪掉的 这样图案就完成了